来宇航员 你好 英哥你好 你说 是这样就是我看你 看你挺长时间的 然后今天晚上有这样一个 这个爸爸场哈 有点感触 我想有个 你也有个爸爸 那你整的出个喇叭了呢 就是是这样 就是我这还在读研 然后我明年毕业 我爸爸估计还有个三四年退休 然后呢是这样 就是他那从一五年开始炒股 背着家里投的钱 你说你的 你说你爸妈 整太乐的 整太乐的讲不明白 你说你的 就背着家里拿了小三十万吧 投出去了 然后上个九月份 九月份查账的时候 发现就只有只剩了十来万了 就十万出头了 然后我说就趁涨停了 这这段涨停了 我就给他卖了 卖了之后呢 就开始打上壁了 他因为他他原本是指望说 哎呀 这又涨了呢 指望翻身呢 我说这都从跌了三分之一了 这上哪去翻身呢 就能少亏点 少亏点吧 完了就是这就打上背了 打电话也不接了 来批 就是他不认 他就是我性格跟我爸一样 就是这就是我输了 你爸是属于薛丁厄的爸爸 因为啥 可他脑海里面是这么的 你要不卖兴许他就不会跌了 对 你明白 那叫薛丁厄的爸爸 你那种 我只要不卖 我就不赔 他只要不卖 你不卖的话 兴许就你后面发生的这个数字 都不会发生了 那是薛丁厄的地 完了 完了就是说 就他这个心态啊 就是我不认头 我就我就这个 我就硬降着硬降着 我就不认 完了心态上就开始有变化了 平时在单位呢 这个公司 平时在单位 人家开的这个绩效 比他开的绩效高 不是 看着你 我说白了 哥们你这有啥 你这有啥好啥的 你有没有孩子 现在 我这 我读研明年才毕业 你我 你没为人父母 哥们你这么想 啊 我不是不是说 我跟你 我不是说 我跟你删情的 咱把BGM放上 说 二十年 二十来年前 你刚出生 那时 整个家里面 两边亲戚 其大姑 八大姨 高兴得不得了 生了个小子 你爸更是出去大醉三天 而因为生了个儿子 觉得特别的光荣 葛鹏 面前都抬起头了 含辛茹苦 把你养大 你都开始巴巴 会说话了 哎 你上学也好 你淘气也罢 跟你爸眼里面 你全都是好孩子 慢慢随着时间的过去 你慢慢的长大 你爸此时两病 已经长出了白发 哎 你还是那个很久 才会管他 叫一声爸的你 你是出去学习也好 啥也罢的 承载他各种寄托 你爸此时 现在有点闲钱 行啥呢 行是说 让你当不上富二代 看看能不能通过炒股 看看自己有没有天赋 最后再搏一搏 看能不能单车 变魔头 现实把钱 扔股市里面 股市光光大腿 哇 山的 你爸当时 穿了个白胯 来背鞋 往那一坐 一股人油味 头发两边 全白头 捂着脸 让股市给打脸了 讲话 你介于此情此景 你赶上过年过节 你回家了 你上现实 给你拿电脑上来 你坐这头头 你坐这来 给你演示 看着吗 这掌上就看着 这个地下来看着吗 对 上去光给你爸一大嘴巴 哎 咋的了 你赔了 你不到吗 天了 他现实已经挨股市 讲话 光光 啪啪啪 你明白吧 他已经光光的挨股市 一顿折磨 你还现场演示 演示完你帮 还给你爸一拨快乐 我说白了 你合适吗 你该说话吗 你爸此时 现在想的是 这一巴掌的问题吗 那个小时候 就是说 以后我一辈子 送我爸 怎么咋的 这话呢 那小孩呢 那怎么长大了 你现在学的没毕业 你还管上他了 你给人演示上 股市 看不上怎么安装 开机 注册下一步 恭喜计划成功 点击开启 你回头给个嘴巴吧 哥们你对吗 你说的话呀 不 这事我们之前是商量过的 就开头之前 商量好了 商量好给嘴巴吧 不是 你演示给他看 他的行为会赔钱 你就是打他嘴巴 咱别 咱别说赔钱 对还不对的问题 你再给你老子演示 他的行为不行 你在证明他不行的时候 你就是打他嘴巴了 对吧 这个我承认 对吧 那现在他 这不乐的安静了 也还不行啊 那这肯定 感谢何处 这会儿气也没问题 就是情绪归情绪 又整上 又整上 我们那天晚上半夜 吃饭那书了 那个厨师掐个腰出来 都已经道过歉了 不是不是不是 没这 咋的啥意思 哥们就是 这都已经道过歉了 你现在站着 道德舆论这好点了 你道过歉了 我就得原谅你 我不原谅你 说明我啥 说明我 我那个 我那个道德不行 说明我这个 抓住你不犯 我没有指责我爸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事 你不指责他能不高兴 他自己待着 他自己 因为我们家是 仨人 仨人一人一地方 他整天上班 就整天就 出单位 简单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个关系很容易 很容易修复 就啥呢 就下回你爸买啥股票 你就拿那个模拟软件 你跟他一起买 你说我也买了 你给截图 你说我也买了 挣着了 你没挣着 你就说 正好我现在买啥 我给花了 他要赔了 你跟他也赔了 你就三天五天打电话 他给你发信息 你就不回 我告诉你 他能难受死 亲对亲老子 亲老子治亲儿子 亲儿子治亲老子 就这么治 你不能买吗 爸你去买哪个 你爸 这个行 这个松科邓炮 松科邓炮 这是能长大地 低了 浑左眼珠 这边吃猪耳朵 买这个 你就拿了我虚拟软件 你说行 我跟你奥印 说哈 这边赔掉上吊 说你爸的比你还着急 我那俩钱没得行 这个 铁了你就一把 就给你爸治过来 你爸下回再也不超出买了 他现在确实是 就是不敢买了 但是怎么就是 那不敢买了 是因为你打链 你你替股市打了他的脸 就是肯定点在这 没没没 卖之前 就是这事 其实前两年 我妈我妈发现的时候 说过 但是没跟我说 完了当时就说 以后不敢买了 再再说什么也不买了 完了担心的 其实不是说 蒋晴 说我跟他道歉了 他他不给我好脸 不是这个事 他长时间的自己憋着 完了现在 去年我爷爷走了 那本来就是嘛 年初呢 不是哥们 你家里面一共三口人 你跟你妈战胜道德制高点了 挣钱你花的时候 没看你 我没看你 没看你舔个大脸 没看你说啥 赔钱的时候 你俩人害的时候 以后这种投资不达的 你俩上去说教来了 你俩指定是 你没有 没有 没有的话 能不达的 你爸变态了 家里这个事 从家里这个事 我记得是18年 发现过一次 说过一次之后 后头一声没再坑过 就是我们一生 一直他耿耿于怀 对 就是他心里不得劲 他一直耿耿于怀 家里最近 最近这两年又出事 就老人身体也不好 老人也走了 然后呢 体验结果 他自己的体验结果 就一直满着 就没跟我们讲过 怎么在长四八回来 落地了吗 你去滚一边去 去 你都得处处 不得说 不得说断绝父子 关系 别磨叽了 什么时候来 摇摇摇摇环节 帖子上面提 今天整成爸爸专场了 那每个上来都说 我爸的阿弟 我爸的阿弟的 你今天整成爸爸专场 怎么整高端绝啊 我就请屋里面 组五个爸爸上来 怎么高端的 你告诉我 我就光聊爹了 今天晚上一晚上 竟聊爸爸了 我就邀请五个爸爸上来 谁谁在 谁在等爸爸专业的话 我一会儿 我真给你们找五个爹上来